香格里拉,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充满了神秘与浪漫的色彩。 它不仅仅是一个梦幻般的世外桃源,更是中国云南省的一个美丽地方。 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壮丽的高山,地蓝的湖泊,广袤的草原,以及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本文将带你走进香格里拉,了解这个美丽地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特色。 香格里拉的地理位置 香格里拉位于中国云南省的西北部,海拔约3300米。 这里地处青藏高原的南园,是滇西北高原的一部分,距离云南省省会昆明大约660公里。 香格里拉原名中殿县,2001年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亦在借用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的香格里拉这一世外桃源的形象,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香格里拉的自然风光 香格里拉的自然风光,堪称一绝。 这里不仅有高耸入云的雪山,还有清澈见底的湖泊,广阔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 以下是几个著名的景点,依依梅林雪山。 梅林雪山是香格里拉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之一,它是横断山脉的一部分, 主峰卡瓦格伯峰,海拔6740米,是云南省的最高峰。 梅林雪山被当地藏民视为圣山,每年都有众多的信徒前来朝拜。 尤其是在日出和日落时分,雪山的峰顶会被金色的阳光照亮,场景十分壮丽,被称为日照金山。 3. 纳帕海 纳帕海是香格里拉的一个高原湖泊,湖水清澈,周围是广阔的草原。 每年的春天和秋天,这里都会成为候鸟的栖息地,吸引了大量的鸟类爱好者。 夏天,草原上长满了鲜花,湖水和蓝天相应成趣,景色美不胜收。 3. 普达错国家公园 普达错国家公园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 位于香格里拉附近。 这里有碧塔海和蜀都湖两个著名的高山湖泊,湖水清澈见底,四周环绕着茂密的原始森林。 在公园内,你可以漫步于森林间,呼吸新鲜的空气,享受大自然的宁静。 此外,普达错还生活着许多野生动物,如小熊猫、马鹿、金雕等,是一个观赏野生动物的好去处。 香格里拉的文化特色,香格里拉不仅有壮丽的自然风光,还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这里是藏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以下是一些香格里拉的文化亮点。 一,藏族文化。 香格里拉是藏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这里的藏族人主要信仰藏传佛教,因此你会在香格里拉看到许多宏伟的藏传佛教寺庙。 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松赞林寺。 松赞林寺是云南省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建于17世纪,被誉为小布达拉宫。 寺庙建筑气势辉宏,内有许多精美的壁画和佛像,是了解藏传佛教文化的好去处。 此外,藏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在香格里拉得到了保留。 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藏族的风俗习惯,比如穿着传统的藏族服饰,品尝酥油茶和簪巴,参与传统的藏族歌舞表演。 二,纳西族文化。 除了藏族,纳西族也是香格里拉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 纳西族有着自己独特的东巴文化和文字。 东巴文化以宗教和祭祀活动为主,东巴文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 在香格里拉的一些纳西族村落里,你可以看到东巴教的遗迹和东巴文字的时刻,是了解纳西族文化的宝贵资源。 香格里拉的生态保护。 由于香格里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 因此,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香格里拉的生态保护力度。 普达错国家公园就是香格里拉生态保护的一个典范。 为了保护这里的原始生态环境,公园内的道路和设施都经过精心设计,减少了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此外,香格里拉还推行了环保旅游的理念,鼓励游客在游览的同时,也要保护这里的自然环境。 比如,游客在进入普达错国家公园时,都会被要求乘坐环保巴士,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香格里拉的旅游发展。 自从香格里拉改名后,这里逐渐成为了国内外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香格里拉的旅游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还为当地少数民族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然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给香格里拉带来了一些挑战。 过度开发和游客过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香格里拉正在积极推进可持续旅游的发展模式。 在旅游开发的同时,政府和企业都在努力保护当地的自然和文化资源。 例如,一些旅游项目开始注重文化体验,让游客深入了解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 香格里拉的美食。 香格里拉不仅风景如画,美食也让人流连忘返。 由于这里聚居着藏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香格里拉的美食也融合了多种文化的特色。 以下是一些你在香格里拉不可错过的美食,一酥油茶。 酥油茶是藏族人的传统饮品,由茶叶、酥油和盐混合而成。 酥油茶味道独特,既有茶的清香,又有酥油的浓郁香气,是香格里拉的代表性饮品。 在香格里拉的藏族家庭中,酥油茶是代客的必备饮品。 2. 簪巴。 簪巴是藏族的传统主食,由青柯粉制成。 吃簪巴时,人们会用手将簪巴和酥油茶混合在一起,捏成小团,放入口中。 簪巴富有营养,是高原地区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 三毛牛肉火锅。 由于香格里拉地处高原,气候寒冷,毛牛肉火锅成为了当地人的常见美食。 毛牛肉富含蛋白质,肉质鲜美,搭配当地的野菜和蘑菇,再配上香辣的火锅汤底,让人食欲大增。 总结 香格里拉,这个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美丽地方,既有壮丽的自然风光,又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无论你是喜欢大自然的静谧,还是对少数民族的生活感兴趣,香格里拉都会为你提供难忘的体验。 在这里,你可以领略到巍峨的雪山,清澈的湖泊,感受到藏族和纳西族人民的热情好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